红外线发射模组 我们在红外线的模组里面有两个 这个是接收 这个是发射 这两个可以配成一对 这个是一个发射 这个是接收 那红外线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那我们这一个章节我们来介绍 我们如何检测它红外线的 光线是有发射出来的 那我们接法也一样 G是GND 所以我们找深色的线去接 然后依序下来是V跟S 那在我们的IOBall里面 我们是拿数位角位3 数位角位3来做作动 因为它是发射 类似LED灯这样 只不过它发出来的光是红外线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红外线 好这样接上去我们就可以 所以来编写我们的程式 好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我们把数位角位3设成输出 因为它是LED发光 那我们每隔一秒钟 间隔一秒钟 一是输出 零是断电 所以我们这个红外线就会怎么样 一亮一洗 一亮一洗 那问题来了 红外线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我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发射呢 或者是这一颗模组是正常运作 或者是故障的呢 那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的是 就是我们的Webcam 或者是你手机 手机有相机 因为我们手机的感应器是 CMOS或者一些镜头 它的感应元件是可以感测到 红外线的波长的 所以呢 当我们执行的时候 好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一个 我们来透过 我们的LED灯 好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这一颗LED 亮 熙 亮 熙 亮 熙 好它就一闪一闪这样子 这样子就表示它有发射出了红外线的灯 好这有发射出红外线灯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设定 把红外线发射出去 那接收的部分我们在下一个章节讲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红外线一个发射一个接收 做一个算是遮断器 这样子的红外线发射模组 这样子的红外线发射模组 好我们的使用方式是可以这样来使用 谢谢观看